遵照宋庆龄的遗嘱,她的墓碑设在上海宋家墓地,令人不解的是,宋家墓地中却出现了李燕娥的名字,李燕娥是谁呢? 宋庆龄34岁时,就把李燕娥留在身边做保姆,53年的陪伴,不是亲人,胜死亲人。 后来李燕娥得了重病,宋庆龄就请来了北京最好的医生,并从美国买来最好的药,得知李燕娥死去。 宋庆龄便啪啪地拍着床颜,便痛心大哭,她说,要和我葬在一起,我要为她立碑。 当时宋庆龄自己也病得下不了床了,带她亲自画图,定下墓碑上的内容颜色和字体等等。 与李燕娥骨灰分别时,宋庆龄把脸贴在上面亲吻了好几次,泪水打湿了上面的绒布。 宋庆龄和李燕娥两年的墓碑规格甚至都一样,分居在宋庆龄父母左右。 宋庆龄在李燕娥离世三个多月后病逝,享年88岁。